如果有人踢你怎么办 这个大家要清楚啊 如果我们两个都是没有练过的 对方过来踢我了 你不要想着我去抱腿摔 把对方给摔倒 你也不要像经常练格斗的 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他过来踢我了 我抬腿对吧 抬腿 或者怎么样呢 他来踢我了 我把他的这个卸掉 我通过这个转大腿的这个方式 把他的劲卸掉 或者怎么样 他来踢我了 我去截肌 前腿过来 我去截肌 这个也不要想啊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太难了 那么我们普通人可以怎么办呢 他在来踢我的时候呢 我可以闪 对吧 你一定要抓好这个时间点 在他踢完之后 腿落下来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可以上来去攻击他 因为对方一旦要想把你给踢到的话 他一定是要向你这边来的 当他这个腿落下来的时候 这个呢 就是我们很好的反击的点 对方过来踢我了 我落下来之后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攻击他 正蹬更是如此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啊 我如果正常这么蹬 是蹬不到他的 那么我一旦想蹬到他 我一定要向前送胯 然后身体向前去蹬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只要把他这个闪过来 他落到我这个位置 我的肘可以马上撞击他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应对踢法 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一旦攻击到他之后 我就可以马上推开他 然后我迅速逃跑 我们基本看到的这种街头格斗呢 基本上都是王八拳啊 或者是这种踹啊 很少出现那种特别专业的 鞭腿啊 对吧 什么旋风腿啊 什么后踢啊 很少很少会有这种 所以我们应对日常的这个街头冲突的话 只要把这两个动作防好了 其实我们就赢得了这个冲突的胜利了 如果你真的发现对方摆好了这个实战式 一脚一脚的踢你 那他一定是练过的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赶快逃跑 千万别再跟他发生冲突了 喜欢的朋友呢 别忘了点赞和评论 我是五水教练小艺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